hello大家好我是星星 这台就是万卧最新的纯电SUV 而且是一台全球车型啊 EX30 它在国内的官方指导价是20.08到25.58万 我知道兄弟们听到这个价格 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贵 但不得不说 在没有那么觉得海外 尤其是欧洲市场 这台车卖的那叫一个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看看这台EX30 它到底为什么会那么对老外的口味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车身尺寸 如果你去过欧洲就会知道 当地人对于小车到底有多么偏爱 倒不是说他们的身材较小 主要是因为当地的道路 还有停车场实在是太小了 那如果你看看大车 可能会有很多的不便之处 所以欧洲人对于小车的喜爱 可能并不是刻在DNA里的 完全就是后天被调教出来的 而EX30 4233的车身长度 1838的车身宽度 这个大小放在国内的道路上 可能会显得比较的小之大 尤其现在满大家都是越做越大的电车 但是这个尺寸放在欧洲的道路上 就显得非常的合理 相当很 关于设计 EX30启用了和自家EX90 EM90相同的纯电语言 虽然说恒对两台车的级别跨度有点大 但是颜值挑不出毛病 车尾乍一看 似乎没有了招牌的微精知府 但实际上只要把它往下一连 是不是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兄弟们 EX30的这套内饰我是真的喜欢 它的造型和往我以往的车型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在它的中控和它的门板上 都有这套繁星式版 手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磨砂 那上面的花纹也是完全随机 关键它是通过回收材料制成的 这就意味着它环保 非常环保 EX30还提供了车内的氛围灯 它所有的招呼和下面都是完全的断开 甚至于它整个中控屏的下拉菜单的起点 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屏幕的背后是一块8155的芯片 整个车机系统的底层也是安卓原生系统 操作的逻辑也更加符合现在主流的车机的设定 所以上手几乎没有难度 所以这套车机对于习惯了各种新势力的我们来说 差不多可以排到中上的水准 但是在海外品牌 在同家位的车型中 妥妥就是拔尖的水准 整个前排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地方 还得是它的储物空间 首先是手套箱被放在了整个中控屏的下方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再往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开阔的置物空间 最前面一边是手机的无线充电 一边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机支架 那下面是一个超级贯通的开放空间 甚至你一直可以从这边通到它的后排 这块空间的底层是一个隐藏式的储物盒 对开之后呢 还有一块比较私密的储物空间 故事到这还没有结束 你会发现一加三菱的扶手的角度是完全固定的 那主要是为了它来服务的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这边是开放的储物盒 那把它拉过来之后呢 就是两个杯架 而且你可以推半挡非常的灵活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推回去 一挡这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杯架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那再推的话就可以完全的收纳回去 有想法 真的有想法 但是这边的两个按键呢 看了确实是让我有些头大 没错 它的逻辑和ID3有点像啊 只有两个车窗控制键 那想要控制后窗怎么办呢 就是要点一下这个按键 切换到后窗 关键它还没有任何的声音或者震动的提示 只有亮灯与否 关键它比ID3还要扣 那ID3好歹在前排 每边都有车窗控制 而这台EX30呢 则直接放在了中间 这样的话两边门板上空空如意 相当于又省出了一套控制组件 环保 实在是太环保了 EX30的座椅呢 同样是亮点满满 首先是调整的方式 那乍一看侧面只有一个旋钮 在中间还有一个小按键呢 通过按键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调整项目 从而完成整张座椅的调整 另外呢 以物我的体型 这套座椅并不会有特别近的包裹感 整体的座椅呢 还是以舒适轻松为主 那在面料方面可以看到是双拼的材质 皮质部分是Nautico的植物皮 以备的主要是植物的材料 那这套Nautico的植物皮 确实会比宝马的Sensitex合成皮 手感更加柔软 更加细腻异地 而且它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环保 非常环保 相信各位兄弟们 从画面中也能看出啊 后排并不是这台EX30的核心卖点所在 无论是它椅背的角度 还是坐垫的角度 又或者是坐垫和地台的高叉 还有腿部的空间 后排更加适用的场景呢 还是短途通勤的硬起 真要长时间做的话 我觉得后排的成果可能会有点意见 至于储物空间倒是不少 脚下有一个比较大耗的储物盒 另外中间这边呢 也能放手机 两边的两个布袋 中间也缝制了一个手机槽 另外后排车窗的升降形式呢 也跟签牌一样放在了中间的位置 网络1X30呢 全系一共有四个版本 三档续航 分别是410公里 590公里和540公里 那其中三个单电机的后驱版本 还有一个四驱版本 全系每一款车型的后轴 都是一台200千瓦343牛米的电机 那即便是单电机版本 也可以做到015.3秒 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是四驱版本呢 前面还会加上一台 115千瓦200牛米的电机 那那个版本可以做到 3.6秒的零百加速 也是目前加速最快的网络车型 驾驶模式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给到更多的调整选项 实际上呢 你能调的只有转向助理 以及单踏板模式 所以想要这台车开出不同的性格 那基本上就和我们最古老的手动脑一样 全靠你个人的发挥 虽然说这台EX30的动力真的非常强 但是对它动力的标定呢 我个人是持保留态度的 因为它的电机的输出 在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呢 并不是特别的线性 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个非常平顺的 从巡航到加速的切换过程 那么你脚下对于电门的控制必须得非常细腻才行 但与之对应的是 这台车的动能回收却是相当的丝滑 不管你怎样如何粗暴的去丢掉它的电门 都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拖拽感的介入 甚至要不是我看到能量条上有绿色的回收的这一段 我都会怀疑它到底有没有动能回收 EX30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体重真的不行 我们这台长续航单电机版本大概是1.77吨的整本这样的 如果是四驱版本就无限贴近1.9吨 再加上它的底盘并不是那么的偏向于支撑性 所以在你做一些重心转移的动作或者是减速感的时候 还是能感受到整台车的粪扬感 这台EX30在动态调校方面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它车头的响应速度 真的快 无敌的快 尤其是它在中心区你手上一点点的动作 车头都会给你响应 我甚至会觉得它调的是不是有些过于灵敏了 就以至于我在高速上开着这台EX30 我的大脑需要时刻的警风去控制住我手下的力道 但你切换一下思路 在面对欧洲那些多弯的山路 又或者频繁需要去修正方向的市区 再配合上这台这比较明显的后驱的特性 想想是不是就非常有驾驶乐趣 所以这台EX30它的市场定位其实非常的精准 它描的就是那些我并不需要太大的车身 但除了车身尺寸以外 我又并不想做任何的妥协的这群消费者 所以它的定位是不是听起来和极客的EX有点像 只不过在我们国内啊 这块细分市场的份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但在欧洲可能会比较的主流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EX30在欧洲市场能够卖的更好的原因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欣喜我们下期再见